我经常见很多球员在场面会这样练 OK的 是一个练习方法 先练熟个感觉 但你记住跨下运球是动作 记住我们就是压过 明白吗?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又是和Maphew和CM拍教学片的时间 这次我们讲一个跨下 急停和跨下起动的动作 因为当我们一对打的时候 其实跨下运球是更容易可以观察防守者的动向 以及能保护球的 但是跨下运球见过很多同学 都是会令自己发不到力 今天我们就要讲如何使用跨下运球 好了 先问一下CM要不想示范 Maphew先 我们先看看一般的跨下运球 是如何利用他的跨下运球 试试 好,再来多一次 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骗Maphew 哇,这只脚有没有事吗? 没有 没事,OK 第一,你觉得你的跨下运球有什么作用? 作用? 可能叫节奏变慢 减慢速度 可能给人一种慢后再快的感觉 可能 慢后再快 拿到球就有加速的感觉 是的 是不是 这个也是大家的问题 我们再看一次Maphew怎么射 怎么做 拍球 好 对了 这里 就是出问题 看一次Maphew的动作 Go 跨 停 它会中前跨下的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样 记住 中前跨下 跟压前是有不同的 压前 应该是这样 压前是法力走的 明不明白 第一,你刚刚是这样 重心在这里 但是跨下,球向後面,你就對立,人向前,球向後,你怎麼發力 所以你記住,你的跨下運球,大家一定要改到跨下運球是怎樣 是向後的,不是向前的 是向後,所以你才不會偷到我,壓我過了 你明白嗎?是不是一壓就過了 現在的跨下運球,你怎麼發放了 還往前找回來 我會做的跨下運球 很快點,你謝謝你 我會做的 vocês 你在做生意的跨下運球 我會做生意的跨下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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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才是跨下的加速 明白吗大家 如果你要在实践上面 用到你的跨下启动 第一样东西就是 你要把球拍完之后 都不会在前面出现 第二 不可以污前 可能你会见到 以前Iverson 是可以污到很前的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爆炸力 我们污到那么前 应该正常就动不了 就像你刚刚那样 因为 动不了的 如果你要快记住 第一样东西 我们练过跨下的时候 第一 我经常见很多球员 在场边会这样练 可以的 是一个练习方法 先练熟的感觉 但你记住跨下混球是动作 你不是练习的跨下 所以你要动 我建议你这样练的 就是 CHA-CHA 为什么叫CHA-CHA 假设我在这条 橫线上面 这个球 是打横的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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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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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开 开个球 明白吗? 练习的 你跨下的感觉 记住 我们就是 压 压 过 明白吗? 好 不是 你 不要 没有 真的很 没有 不 不 你 本